姐姐 姐姐 怎么了 我我害怕 那个坏蛋皇帝会不会对我们做什么 哎呀你不用怕 他不会看出我们原型的 一会儿啊你就好好侍奉他 我呢会见机行事的 我 最重要的事情怎么忘了 你记不记得我们出发之前 姥姥教我们怎么启动美国啊 要不我们先练习一下好不好 哎呀快来快来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第一招叫什么来着 嗯 张碧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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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碧蕭缠 张碧运功 张碧运功 发声 美人 美人快出来见这 姐姐 美人 这怎么办 柳柯鸟 你刚害这 你想要 资格我 姐姐 皇帝死了 我还没听到呢 他就死了 陛下 柳柯鸟求见 陛下 陛下 刘公公 刘公公 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一厢跟您作对的花乌欢 正带着侍卫赶来太和殿 来人哪 来人哪 陛下出事了 快快快 地方刺客 快带陛下离开这里 快分案衣 快快快 够了 姐姐 那个坏皇帝死的时候 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会不会被当初凶手啊 陈美人 我们快走 姐姐 陛下不再请宫 给我四处去找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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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 还好趁他们刚刚没注意的时候 我们才跳到梁上 那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们先出去再说 走 姐姐 我们回离山吧 皇帝都已经死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我也不知道啊 皇帝是死了 可是 他们没有答应不见星光啊 我一想起来 今天那个皇帝死的样子 我就觉得好吓人呢 还有那个花什么的 他要是抓到我们的话 我们肯定会被杀头的 我也很害怕 这个皇宫里 就没有什么好人 姐姐 我们回离山吧好不好 我们回去吧 我们回去吧 可是 可是我偷吃了魅国 如果我什么任务都完成就回去的话 老了肯定不会原谅我的 哎呀 都怪那个该死的短命皇帝 死那还要干什么 最起码跟我们用魅国魅惑了他 大印不见行风再死也不迟嘛 姐姐 我和他 没事了 没事了 渔文皇帝 离门黄天之命 故于常 违归于德 六王书礼物 文韬武略 东俭人相 但彭天应仲 立志为新帝 新帝 今 万岁 万岁 陛下 同久过渡 因之脉络不畅 头脑中风不治 传为呛王 且吐自刘公公一人之口 宋老臣 难以信服 陛下中风事发突然 王大人可以不相信老奴 但陛下的遗诏 不可不遵 大胆 回家王 刘公公传旨 将王速速返回福州 不得入宫 混账 陛下才刚确实 刘克明传先旨意 都给本王让开 快拦住他 快拦住他 刘克明呀 你这是何意 你这是何意呀 胡王胜命 陛下垂危之际 忧心有人不遵遗诏 拥立将 担心会引发地位空虚 朝廷动荡 顾命老奴 抗执者 杀无赦 刘克明啊 陛下才刚驸崩 身体有令 陛下才刚驾崩 尸骨未寒 我皇兄一向身强体壮 为何会突然暴毙 再说 他若有意要传位 为何传的不是自己的皇子 而是六皇叔 生死乃天命 圣意更非你我所能揣测 是吗 尔等怕死 本王无惧 我皇兄就是被身边奸宁小人死害 意图回我皇朝祖宗基业 赤座皇位 将皇抗制不尊 给我把他拿下 太皇太后下刀 太皇太后下刀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想要造反吗 太皇太后在此 还不赶快退下 拜见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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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拜见太皇太后 让皇祖宗说经了 哀家本是后宫之人 不该干涉朝政 但是陛下驾崩 你们这些臣子 在这天家之地 肆意妄为 败坏朝纲 难道 这就是中军爱国的样子吗 如果哀家再不出来 这李氏的朝廷 恐怕就要改名换姓了吧 老奴不敢 不敢就好 回太皇太后 老臣认为事到如今 暂不妨先将陛下驾崩的消息 照告天下 待国丧之后 再行定立新军 哀家正有此意 怎么 如今你们连哀家 都不放在眼里了 谨遵太皇太后义取 谨遵太皇太后义取 不知太皇太后 想要何人继承皇位呀 江王 你意下如何 回太皇太后 此时攸关国际皇权 孙儿不敢贸然惊言 应由宫中最德高望重之人 来做定夺 方能震慑人心 好一个德高望重 那江王的意思 就是由哀家来定夺了 正是 孙儿认为当务之急 应以稳定朝局为先 亲王之中 将王的地位最为尊贵 不如让他代为监国 等国丧之后 再从皇族中 找出厚德的人 继承大统 阿姨 你就别再多忙西窜的了 我都闹了一个晚上的肚子 现在饿得也冒金心 你还敢招惹我 你就不怕我吃了你 吴汉 你说我好兄是被刘可明下斗毒死 到底怎么回事 既然知道死亡 为何不加以阻止 阻止得了吗 阻止了这次 那下次 你身为王爷 都无法与刘可明抗抗 何况 我只是个内侍少监 混蛋王爷 他们在干嘛 黄泉江山 还是要沦落于 那些乱政的宦官燕党之手 实在是可恨 今日我恨不得一刀 斩了那刘可明 将王无能 就算你杀了刘可明 最后便宜的 只会是王首长 最后黄泉 还是会为燕党所把持 所以今日我才请来了太皇太后 以震慑那些小人 可是太皇太后眼中 始终没有我这个地位卑微 无权无势的王爷 那你就去争了 你就这么想我登上地位 现在不是我这么想 关键是你怎么想 清皇官 清燕党 还我正统江山 回归正道 在我眼里 配登上地位的人 只有你 什么 混蛋王爷要当皇帝 飞轮 飞轮 姐姐 你在干什么 我带些东西在路上吃 我想了又想 那个坏蛋李战皇帝 终于死了 那就没有人 再去离山猎湖 也没有人修建行宫 我们湖族就安全了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走吧 姐姐 我们 我们哪儿也不去 我们就留在这里 随时见机行事 准备执行任务 皇帝不都已经死了吗 你吃完这顿 总得吃下顿吧 那个皇帝也一样啊 死了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而且很有可能 就是那个王爷 你忘了 那个王爷 比他的皇兄更凶残 还准备 随时拔你的皮呢 所以说 如果他当了皇帝 那我们可就惨了 所以说 任务尚未完成 我们 仍需努力 我知道姐姐很想立功 你知道就好啊 你自小就受狐足的爱戴了 自然不在乎这些 可我就不一样 你就念在姐妹一场 就帮我这个忙呗 小时候为了能够让你能吃奶吃到饱啊 我就只能在一旁默默的爱恶 你不顾及我 也得顾及我娘吧 你就忍心让她一直在糊涂抬不起头啊 好 姐姐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但是 我 我只要一看到那个李寒 我就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帮你啊 就按姥姥说的那样 等她当上皇帝呀 我们就发挥魅国的魅力 去魅惑她 把她迷得神魂颠倒 是由我们吧 魅惑男人 对 怎么魅惑啊 狐狸精 不是天生就会魅惑男人的吗 你到底是不是狐狸精啊 我 你懂啊 当然了 那你教我啊 看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子啊 还是得我这个姐姐教你两招 跟我走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 人这么多 看那边 还有那边 是我眼花了吗 我怎么觉得 他们一直都在看我们 他们是在看你 还是在看我呀 我一直都拿扇子 遮着脸呢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在看我 你看 那边有好大好玩的 这个很好玩啊 我要买这个 还有这个 姐姐 我们没带钱呢 钱 你去捡些碎石头 把它变上钱不就好了吗 不行 我们不能用这些骗人的法术的 姑娘 剩会两万钱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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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人长得这么爽 有这么好 手艺呢 还这么棒 舔一口啊 感觉心都要融化 我的美光实在是太厉害了 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 姐姐 你骗吃骗喝的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我们现在就去魅惑美男子 哪里有美男子啊 大哥 请问超安宠里哪里美男子最多啊 当然是郡仙馆了 就去郡仙馆 那可不行 那边只招待公子 不招待女子 美女也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母亲 母亲 母亲